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 我自小都聽到 一些人都是這樣說 睡眠差不多佔了我們人生三分一的時間 所以小時候都是叫早點去睡覺 但在現今發達社會上 資訊各樣東西都很忙碌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發現到想要做多些事情 所以我經常都說時間不夠 企圖想縮短睡眠時間 但如果在自然醫療的角度上 所以說睡眠和我們的健康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重要的影響關係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生命短暫短 睡了睡覺好像浪費了 也很多人嘗試學習 睡眠少一點也可以 當然對很多失眠的人來說 你知道大家都不用多說 睡不夠的感覺是很不舒服的 當然是周身不聚在 頭腦又不清醒 其實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當然有些人都說 遇到這些睡得又不夠 日後就喝咖啡 提神 喝茶 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睡眠對我們的健康是很大的關係 但關係到什麼呢 可能詳細的人都未必知道 我經常跟大家說 其實今時今日的網上很多資訊 有時我們看到好的資訊 都在這個電台跟大家分享 總之原來好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不是抄來抄去 其實個人也是的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們自己做 基本的研究發現出來的 很多東西都是我們看到的資料 我認為是可靠的資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到一些人 常常晚上睡不著覺 很多人 我最近也遇過一些病人 他們的媽媽 日後就要照顧小朋友 搞得很晚了 小朋友睡覺了 自己才可以上床休息 但是那個人都醒了 他會在打手機 日後沒有時間玩 這個晚上是自己的時間 很多時候都是看電視 打手機 不知不覺睡得很晚 好了 到底晚上要睡多少 就會決定你的健康 和活多少 不要以為你日後睡少一點 晚上睡少一點 就可以多一點時間活 但其實因為你的睡眠不足 所以你以為你省了幾個 半小時一個小時的睡覺時間 其實你的命是短了 所以是得不償失的 是的 還有你日後的精神狀態 都是差的 所以睡眠是我們知道 是身體充電續航 讓我們提供足夠的精力 來完成各種日後需要的 吃東西、學習、工作 當然你的身體長期睡眠不足 其實你的身體會變化 是一種虐待人的手法 就是不讓你睡覺 大家也聽過 你一睏睏睡覺 他就整聲你一睏睏睡覺 這種情況之後 不用很久 那個人會精神病發 會精神崩潰 所以可以知道 如果一個人睡不夠 是可以死的 可以導致你死亡 所以不要這麼簡單 當你睡不夠的時候 其實最簡單會變成什麼呢 第一 你看到一個人會變醜了 當然 誰不夠很明白 在你的臉上看到 很多人看到了 昨天晚上睡不夠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黑眼圈 黑眼圈 皮膚粗 毛孔擴大 還有臉色白黃 那個人就變成傻了 因為睡眠科學家發現 睡眠不足 會導致毒性蛋白質 在腦內堆積 可以引發 叫Alzheimer 老人癡癌症的病 所以 能否保證充足睡眠 是一個 將來會不會患上 這些阿爾山姆病的重要因素 你就知道 現在的老人癡癌症 其實挺多的 這個不是一個 有三位都比較嚴重的 老人癡癌症 好了 還有 原來睡眠不足會損症偽卵 睡眠不足會有內分泌的療亂 影響精子的成長和儲存 睡眠和性的激素 尤其是痴激素的水平 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長期 就是缺角 就會感覺痴激素和合成的釋放 影響卵巢 甚至是 成為他早需的隱形的推手 很多時候你都會發現 有多人在家裡的性生活 都是因為體力不足 不想的 是 但反而睡了一覺之後 那個性又好像強患 明顯 如果不夠睡 其實你的性生活都會影響得很厲害 是 還有 會誘發癌症 這個很嚴重 長期的常緣不足 引發生物中的療亂 會增加癌的風險 有研究表示 如果夜班工作超過30年以上的女性 患乳腺癌的機會是增加兩倍的 這個對於很多女性來說 都真的很震撼 這個 但如果夜班工作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 譬如像媽媽這樣 要很夜才能睡覺 這些又算不算是 是 總之是生命持續的 搞亂了 是 還有 睡眠不足是會引起 心臟病的出死 這個在中國經常聽到 亦有很多網上有這些訊息 某某CEO 某某很年輕的支付主持人 突然之間出死 日本也是 很多人在心臟病發生 其中這篇文章 網上說 有找27歲的兩胎媽媽 因為平時照顧兩個嬸子 晚上自己又經常玩手機 障期睡眠不足 最終是27歲的死亡 是 這件事很震驚 是 你看看 睡眠的問題 如果你脫掉睡眠的後果 第一 會容易生氣 皮擦 認知障礙 記憶缺失 以及道德的審判 都會受損 就是腦袋不清晰 是 好了 會頻頻打荷謙 有幻覺 以及多動靜的問題 都會嚴重一些 本身的免疫能力也受損 如果是心臟病的人 心率變異性會增加 心臟病的風險會增加 還有 反應的時間 沒有那麼快 拖長了 正確的反應 也會下降 有時會震 肌肉酸痛 會周身不聚財 那種感覺 很多時候 那些人去旅行 都是睡得不好 回到那個地方 就冤冤酸酸痛痛 我們都常說 有些人在肌肉酸痛 因為肌肉酸痛 吃的療劑是三甘車 又可以的 原因就是肌肉很冤痛 還有生長的抑制 肥胖 還有體溫會下降 還有異形的糖尿風險 也會增加 這些都是科學上 已經有很多方面的研究 如果是這樣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一天 應該要睡多少才足夠 或者是正確的 有沒有一些標準 外國都在美國有一個 稅名基金 建議的 稅名時間的標準 當然是視乎那個年齡 例如生生嬰兒 出生到三個月 推薦是十四到十七小時 不要少過十一小時 也不要超過十九小時 嬰兒是十四到十七初生 四個月到十二個月的嬰兒 是十二到十五 幼童即是一歲到兩歲 是十一到十四小時 學齡前的兒童 即是三歲到五歲 是大約十到十三小時 學齡的兒童 六歲到十三歲 應該九到十一小時 青少年 十四到十七歲 都要八到十個小時 都比較多些 青年人 十八歲到二十五歲 都要七到九小時 成年人 所謂二十六到六十四歲 都是七到九小時 而老人家 即是六十五歲以上 都要七到八小時 這是一個推薦 應該是這樣 但是 什麼叫好的睡眠 其實有兩個準則 第一 它有規律 還有要睡得久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每天推薦的睡眠時間 是八小時 而你習慣每天凌晨一時 睡覺 早上九時起床 起床的時候覺得 OK 這是結合格的睡眠 因為你的睡眠 有規律性 有時間也好 但是也有些研究顯示 晚上睡覺會傷身體 也建議人早睡早起 因為中醫的所謂肝經 早在十點鐘的時候 就是上床睡覺 那可不可以 譬如剛才這樣說 有時真的 可能工作上的關係 都睡不到 有七個小時 那些什麼 可不可以之後 補回 那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當然 你之前都會盡量這樣做 但是 短期的當然沒問題 是吧 熬了幾天的事情 周末很多人都睡覺 不會這麼早起床 但是長期當然是不同的 沒有辦法 就睡幾下 就補回 也有人之前就知道 我就快要熬夜 要砌 提前一個星期 保持一些規律 足夠的睡眠 當然 也會有幫助 因為到時睡眠不足 出現的不舒服 減輕工作能力 這樣 這個都是好的 但是當然 最好 平時都要保持高質素的睡眠 更加好 怎樣為之 是一個高質量 很好質素的睡眠 有沒有一些辦法幫到的呢 有些人想 很多人都說 我睡得到 但中間又醒了 對 我經常都希望睡到天亮 簡單單來說 有些人就說 我做不到 怎麼算好呢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 夢多夢 入睡麻麻 要輾入睡 半生一段時間才入睡 就算睡了之後 醒了 當然會覺得很累 很明顯睡眠的質素是不好 OK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第一 我們可以做的是 平日日間 就是多些曬太陽 因為為什麼呢 太陽 就是我們的身體 有褪黑激素的生成 和照光是有密切關係的 那麼多曬太陽 就可以有利於褪黑激素的分泌 什麼時候呢 以前一般都是說 叫你十點鐘 之前或者下午四點鐘之後 每天曬三十分鐘都可以 但有時候不重要的 現在有些新的資料說 在鐘的太陽雖然晚烈 但有些紫外線是更加有效的 那鐘有機會曬一下 就是不要曬到曬凍 不要曬到雙皮膚 第二呢 又選擇適合自己的那些床品 是不是 譬如床的乳硬度 枕頭高低 床單、皮質量 都會影響你的睡眠質素 所以至於哪些是適合自己呢 都要試一下 很難說的 所以買床呢 都是要好好去睡覺 通常都是這樣的 有些硬一點 有些軟一點 有些中度硬 還有皮單 有些很高質素的 因為那些純棉 所謂埃及棉 是很貴的 整萬多元都有的 有些人覺得 有些人什麼床都可以睡覺 藍板床都可以睡覺 但如果有機會買到一張好的床 是值得的 譬如我最近也看到幾十萬元的床 床褥 為何這麼貴呢 我試想一下 其實你一身人三分之一睡在上面 對嗎 所以你能夠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投資一張好質素的床 是很值得的 好了 為什麼有些床會這麼貴呢 原因就是它用的尿 是很天然的 是 我看到有些是純棉 純毛 純毛 總之是純天然 還有人手做的 其實現在很多床裡面的尿 是很多化學尿的 是 很多瘀膠 時間久了會變的 很多毒氣會走出來 所以我覺得 找一張好好的床是很值得的 最少都要適合自己 睡了上去覺得是舒服 可以令到你睡得舒服 是的 盡量用些天然的物質 是 還有就是堅持做運動 有個研究發現 60歲到85歲的老人家 如果一天 一個星期才鍛鍊三天 連續十個星期 就發現堅持運動 也會改善老人家睡眠的質素 甚至是生活的質素 當然 睡眠的 即是運動的時間 就不要在臨睡前做好劇力的運動 你會太過興奮 難以入睡 所以睡覺之前的運動 是輕量一些 適當一些 比如散打布 在中國很多廣場 通常日馬出現的 其實有原因的 是 好了 還有 在床上 就不要做和睡眠無關的事 有些人這樣說 床上是做兩種事 一是睡覺 一是做愛 其他人就不要在床上做 但很多人有些壞習慣 即是看書 玩手機 看電視 吃東西 最好 在睡房裏面 盡量整個環境 都沒有其他事情困擾 不要在床頭 製作電視機 其實不太好 而且睡房的環境 盡量少一些電器 盡量有什麼電器 都不要在床上 附近 還有手機也是 手機盡量離開床 要充電 就在外面充電 不能在床頭充電 當你的手機的電量低 差不多 電池長波是強很多 所以這些東西 盡量保持睡房 簡簡單單 不會有那麼多電器 當然 有些人會聽一些音樂 很多這樣的音樂 網上可以拿到的 聽海灘 森林 這些音樂 可以幫助自己 盡量自己放鬆一點 在順房上睡床的時候 應該是 余營先生 剛剛連選 幫我們解釋了 也都介紹了一些 怎樣入睡的方法 待會回來 會繼續幫我們 這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繼續 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是 睡眠與健康的關係 這節的時間 這輪轉天 風濕骨痛 很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 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 分享一下給姨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睡眠與健康的關係 袁醫生 上一節 你幫我們介紹了 關於怎樣可以 是一個高質素的睡眠的辦法 還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我也請說 那個睡眠的環境 除了減少 減低那些電器 那些電磁上波的抗要 還有一樣是那個溫度和濕度 是 有些人就是不喜歡睡覺 就是開冷氣的 但如果你的溫度是高到濕度高到 你是不舒服而影響你睡覺 其實應該調節的 最好的溫度是保持20到24度 OK 就是有一點涼涼的 是容易睡的 有些人喜歡拿睡 有些人覺得不喜歡 這是自己習慣 有些人自己覺得 還有有些人說 我睡覺之前 喝杯牛奶 或者是泡泡腳 會有幫助的 這樣我覺得 因人而異 你自己覺得有幫助可以做 有些人說 臨睡一瓶喝少許酒 是的 是可以令到你眼睡 聽聽音樂 我自己發現 你看到很多漂亮的酒店 在床上會放幾粒朱古力 其實我發現是真的 有些人不喜歡喝牛奶 覺得牛奶敏感 可以喝杏仁奶 再加一些可可粉 混合 我發現這個效果又很好 就是視乎 有些人喜歡 臨睡就肚餓 有些人餓又睡不到 很視乎每個人 這些工具都可以應用 臨睡之前 或者有些人喜歡臨睡 睡不到去浸一浸浴 浸浴 記得溫度就要體溫 感覺上又不覺得熱 又不覺得它冷 這種叫做體溫 不需要太熱 當然不要太冷 這些全部的方法 可以幫助大家 睡眠很重要 所以真的 如果發現睡眠的質素差 是應該想辦法去睡 即使讓你有時間 睡到七個小時 八個小時 甚至乎九個小時 但是基於上面提供的 認定是高質素的睡眠之間 如果你睡了那麼多個小時 其實都是沒什麼大 起床都是疲奶奶 都是幫助不大 所以有些人睡不到 我也會建議用脫下激素 但不是個人都可以的 大部分人都有幫助 臨分之前吃 有些人怕 因為臨分是某種體內的荷爾蒙 但記住 臨分是一種延輕的荷爾蒙 它是有抗癌的作用 外國已經做過研究 也發現它是有抗衰老的 所以你不怕吃 通常我都建議一般的份量 都是三個mg 幫助睡覺 尤其是如果你要上飛機 即是你真的由吵又盛 坐又不舒服 即是你長途機 是的 那你也要除了戴耳塞 戴眼罩 還有一些 我覺得我通常會戴脫下激素 到時吃回一顆 近期我都開始吃回脫下激素 對於我的睡眠質素 都有一定的改善 我們以前也提及了折地線 折地線 好像299站 我忘記了 有跟大家介紹 抱歉 不是299站 299站是說的頻道治療 大家可以聽到有兩集 有兩個多小時的 解釋設地線的好處 有時買了設地線的床單 因為大部分人的經驗 都覺得最明顯是幫助他睡覺 設地線 就像你睡在大自然的草坯地 或者海灘 跟大自然的電子 是幫助你消炎的 所以這個很簡單 不是太貴的工具 是可以平時加強自己的健康的 有些人因為不同人睡覺的睡肢 都有不同的 但在研究上 不同的睡肢 都會不會對於我們健康有影響 很多人睡覺 睡覺後你的頸會痛 或者一百頭痛 很明顯 這是跟睡肢有關 當然如果有些人有不同的問題 睡肢都可以用睡肢的方面 調教一下 因為如果有這些問題 睡肢不好 會加重病痛 譬如有脊椎病 簡單來說就是養睡 就是攀平面向天 因為頸椎、空椎、腰椎、尾椎 都有一定的彎曲 養睡的時候 就順現了頸椎的心理彎曲 會幫助頸椎痛的緩解 如果有這些脊椎問題 試一下就養睡 如果有胃穀羊 就躺在側邊側 因為如果向右邊側 胃部的流 食管的酸液 就會大量回流 所以就會引起胃部不適 所以自己覺得自己有胃穀羊 就盡量躺在左邊 就不要躺在右邊 如果有灌心病 心臟那裡 就躺在右邊 因為我們的心臟 雖然在中間 但都是偏左的 你躺在左邊 有時會壓住它 所以如果自己有灌心病 就用一些高腳 腳高 腳低的右邊的鵝位 這個姿勢能夠令到全身肌肉鬆弛 呼吸長順 心臟是不會受到壓迫的 也都確保全身在碎面狀態 所需要的氧氣供給 有幫助大腦充分的休息 減少心搞痛發生 如果心臟問題 大家都知道心臟是拼坐 躺在右邊 胃就是躺在左邊 有些人是敲喘 敲喘很差 半夜發作 很流行的 夜晚的小朋友就發作 不知怎麽做 其實沒什麽做 如果真的發生這些 夜晚的烤喘 我以前在我們節目 講烤喘的自然療法 都講過很多 簡單是什麼呢 喝三杯滾水 是 新聞仔 用熱毛巾 就給它聞熱蒸氣 用熱毛巾 濕的熱毛巾 灰尺 可以舒緩緊急 不需要進入醫院 它慢慢會復活下來 好 所以敲喘 應該怎樣做呢 可以躺在旁邊 或者半邪惡 升高一點 頭部升高大概20厘米 升高一點 有幫助 有時身體自動會 有些人敲喘 一不舒服便會坐在身 或者有些人坐在身 向前傾 每一個烤喘的狀態 有不同的身體姿勢 通常都是 頭部升高一點 不要睡得平 有些人知道自己是 尿路結石 尿道有出現結石的問題 根據加州大學的研究 如果有些問題 和你的姿勢 如果有尿路結石的人 那些人的姿勢 經常都會轉轉轉轉 即是不要睡在一邊 不要長期的時間 壓迫著腎臟 會引起新的結石的產生 即是要多些動動 一醒你就記得轉轉轉位 如果高血壓 要怎樣呢 加枕頭和平鵝 適如加枕頭和平鵝 的位置 枕頭一般高大約15厘米 過高或過低都可能不適 總之平鵝是稍為稍微 如果自己知道有動物硬化 就可以試試養鵝 在一個田巢發言 2000宗腦筋塞的病人研究 發言95%以上的病人 都習慣於側鵝 這種會加重血流的障礙 特別是頸部血流的速度會減慢 容易在動物內壁損傷外形造成的血泉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供養鵝是比較多的 但是有些人避寒 大家聽到 我都看過很多小朋友大人 來找我們 當然他都不會因為避寒 但他知道他屋上有障礙 所以其中就出現避寒 當然我們有我們的方法 包括不同的療法療劑 那種一種方法 以前經常說的 就是在那個睡衣後面 背後背那裏 就製造一個網球在上面 那你就不會養我了 你一定會打漆 或者撫我 其實如果你是打臂寒的人 手船就要派在那裏睡 當然這不是最好的姿勢 但對病 避寒的人是一個好的姿勢 可以減輕 而且也會打開你的呼吸道 如果有些人有靜脈曲張 那怎麼辦呢 睡覺應該佔高雙腳 低枕頭 以及摺起薄皮 雙腳輕輕摺起它 整高它 幫助雙腳的血液流動 舒緩植物的壓力 還有懷孕的婦人 媽媽最好怎樣呢 當然最好就是打漆睡 你養我的肚子在上面 當然也趴不到在那裏 通常都是打漆睡最好的 每兩個小時回到一半身 還有通常如果到後期 即是七到八個月的人期 最好就坐在座側 可以減少人神的子宮 對動物出現的壓力 但一般來說 一般人的樣子 除了養我 一般人的睡覺 通常都是睡在右邊 起碼不要按住心臟 還有就是 怎樣也好 不論你之前睡了多少日 盡量在固定的時間起床 即是不要乱床 或者睡到溫溫等等 有些人就這樣說 周日就做到死 周末便忽忽忽一忽 是是 補了 这个都不是太好的 也也没跟平时平均的时间相差太大 如果有些人是这样的 睡不了的时候 在床上转转反正 想一下 这个是不好的 通常如果你真的睡不着 就起起床 或者喝杯奶 或者休息一下 不幸睡不着就被看电视机 因为发现电视机会刺激你的脑脑外皮的活动 变得你更加难睡 听音乐起床不要在床上担心担心 我通常在家里有个脑脑激素在床边 突然之间好像明天要早起床 但又不晚睡 或者可能日后不小心喝点咖啡 有时想着喜欢喝点咖啡就没事了 但对我来说可能令我晚上睡醒 就会吃一粒有激素 所以我真的去床头 有时我免得去厨房去拿 有杯水在这里 这个很快就自己会睡醒了 其实睡眠跟我们健康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尽量如果有失眠的问题 应该好好地去处理它 当然就不是吃一般的网络的安眠药 大家都不明白的 我们的节目里面 过去也有讲很多生命的处理方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在网上看到的 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就是 是的 多谢袁医生帮我们解释了 我们的睡眠的时数和质量 对我们的健康都构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真的有时都很讽刺 有一班的朋友就失眠 就要尽尽办法去搞搞搞搞好它 但是也有些人士就希望可以用多些时间做多些东西 或者响乐的时候就宁愿就是缩短那个睡眠时间 都追头 是的 到头来 原来两者都是做了一些对我们健康 有做成这么大影响的行动 所以大家都是要好好注重我们那个睡眠的质量 和质量各方面的 好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的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的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我们的cs.naturalhealing.com.hk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研发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